吴嘉万老师呢,其实呢,我们来看看整个他的介绍吧,两本书,不论,这个呢,就是一个,哇,怎么样去做一个理财的掌门人呢,对不对,还有一本呢,就是,为什么总是钱不够用呢,今天呢,其实他还有另外一本书,慢慢呢,吴嘉万老师呢,你会发现呢,就是在前部就举行书展上面,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啊,就找这个吴嘉万老师呢,那天明慧啊, 所以说今天能够来到我这个节目当中呢,真是我的荣幸,哎,吴老师,你好,那其实今天呢,就是,我们就是专门讲到投资理财,你是投资理财的高手,曾经是一个投资理财的白痴,其实你看他多么谦虚,就是说,曾经是投资理财的白痴,其实每个人呢,都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呢,从不懂,然后在这个行业当中,越来越怎么样,经历了叫身经百战之后啊, 不是谦虚,我当初真的是理财的白痴,然后呢,不过你是怎么样从一个,我们说,理财的白痴,然后变成高手了呢, 所以是,在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股灾的时候,我亏了自己的身家的一半, 然后才,对,然后才精心说,原来我对这个投资真的一窍不通,然后就,呃,意识到我一定要去学啊,所以就开始,呃,读很多书,上很多课程,就是,一直听到人家说,呃,这个人他有投资股票的话,我就会,呃,想知道,到底他是赚钱还是亏钱,如果碰到说,他是赚钱的话, 我就会一直跟他们学,就是尽量的找别人去学,然后就从这个过程中,然后,呃,就慢慢的自己才发现说,原来,当初就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习的很多,关于投资理财的一些概念,其实都是错的啦,都是错的,对,都是错的, 其实,我觉得从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当中,就是因为当时你自己亏了一大笔,对,其实这些就是,等于说是,你是用钱,然后呢,就是一下敲醒了自己,对,对,就是,然后就开始跟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手们,好像姓小吉常的多么痛的领悟,多么痛的领悟,对了,其实说到这个呢,就是,其实你看你当时那个一个痛子,对,然后就把自己给自己痛醒了,对,对,痛醒了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发现, 然后,在不同的去摸索当中,然后就成了这么一个高手了,可是刚才你说到了一句话,让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其实在学校里,你说所得消的,其实那些理论,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是错的,这话又怎么说呢? 对,就是,呃,比如说一个最最普通的,一般的理财顾问也会,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分散投资,对吗? 他们就会说,你的投资,不要再投资在单一的一个股市,可能不是美国股市,可能要投资在美国股市,呃,欧洲股市,呃,亚洲股市,就是要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呃,这样, 其实这个策略是完全,就是没有效的,因为,如果我们,呃,就是回顾过去的两个股债,就是,呃,03年的股债,然后还有就是08年的股债, 我们发现是,是全球,全球的股市都是在大跌的,然后,呃,然后就是最近几个月,比如说去年,呃,8月到4月,这个全球的股市也是,全部股市都跌, 包括美国股市,亚洲股市,新加坡股市,香港股市,中国股市,所以,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分散你的投资在不同的国家的股市, 你都不能够幸免的,那说到,就是说,刚才你讲到,就是,就是,03年的这种,我们说股市打跌, 和08年的,他们之间的,有没有什么相同点呢?相同点的,其实,呃,都有的,都有的,都是,通常它都是从一个,呃,泡沫的破灭, 然后这个股市就打跌,当然就是,呃,03年其实是从这个,这个2000年,就,就开始因为这个,这个咨询股的,泡沫的破灭, 然后就是,呃,就是,呃,由这个,美国纳斯达克之数,从2000年,呃,三月就开始大跌, 但是一直跌到,呃,呃,到,呃,到,到03年,它才跌到最最低一点, 所以跌到,已经跌到低谷了,对,所以它,当时呢,那个熊市非常的凶猛, 就是,呃,这个熊市很长,呃,从2000年到2003年,呃,三年的熊市非常长,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回顾一般,呃,以前的这个熊市,呃, 呃,通常它只是,呃,一到两年,呃,所以,当时2000年到2003年, 可以说是,呃,很多年以来最长的一个熊市, 然后,呃,零,大年代,也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这个持有贷款的这个危机所引爆的, 所以它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呃,这个房地产就是出现了泡沫, 然后这个,呃,持有贷款出现了一个泡沫的现象, 然后这个泡沫破灭了,然后当然,当时也包括中国的泡沫的破灭了, 因为中国当时08年,每个人看好它有奥林匹克, 所以07年,呃,当时中国的股市上升到,上海指数上升到6000点, 然后就从6000点一路跌,一路跌,跌到,跌到,跌到2008年, 它其实最先的第一个跌到谷底,它在08年4月,11月就已经跌到,呃, 呃,跌过于1700点,所以从6000跌到1700,然后,呃,但是全球的股市是在09年3月才到底, 所以如果,呃,呃,全球的股市是从07年10月开始跌了, 所以当时是从07年4月,呃,跌到09年3月, 但是就是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当时的熊市大概是一年半, 然后它呢,最近就是,呃,过去几个月的时候这个股市就是跌了, 但是过去这个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全球的股市又起了, 然后这一轮的涨势是由这个美国股市所带动的啦, 所以,呃,只要这个美国的股市,如果还是保持强劲的话, 这样当然就是很可能在接着下来的,呃,一个月的话, 啊,这亚洲的股市,呃,会,会所谓做一个catching up, 所以就是说,呃,跟上它的脚步,因为美国,呃,这个, 就是美国股市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起了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所以现在,呃,亚洲股市,呃,比如说新加坡股市, 刚刚从就是,呃,大概两千七百一点,就是上升到两千九百一点, 所以也没有大概少过百分之十吧, 所以也有可能新加坡的股市会从这边可能还会上升到三千点, 你觉得有没有上到三千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有,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到三千,三千,三千,一百一点, 那时间的长短呢,很难讲的,就很可能会在短期,就是在这一两个月了, 这一两个月,其实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有的人进去股票, 我们说进去股票市场的话是一个好时机吗? 对,对,不是,所以,呃,另外一点,另外一点很多人也是忘记了, 所以什么,什么叫风险啊?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风险,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讲风险,风险最,呃,真正的意义就是, 你亏钱的可能啊,这个就是风险啊,对不对? 风险的可能,你要亏得起? 就是,就是你亏钱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是风险有多大, 对,就是风险有多大,所以,呃,真正会投资的人哦,他们不是看一面的, 所以很多一般的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 他们看事情都是看一面的,没有看到两面? 对,他们忘记我们,光想赚钱? 我们在课程都会告诉学生说,你要明白一个钱币是两面的, 很多人只看到一面,所以,很多人只是贪嘛,对吧? 所以,他们看到,哎呀,过去一个月股市起了,哎呀,我没有买到,哎呀,我的朋友赚了钱了,我也要赚钱。 所以,他们就跟着抢进去买。 但是,他们没有想说,呃,就是说,有没有亏钱的可能性。 所以,我是说,呃,所以你要有一些投资的知识。 这样,比如说,呃,最基本的当然就是两方面。 一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分析,啊,就是fundamental analysis,啊。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性的分析,就是technical analysis,就是要懂得怎么看图表。 所以,你完全在,不,不晓得这两方面的分析,这样你完全贸贸然去投资, 其实,不是投资,是在赌博。 对,不过刚才吴老师,你讲到了,就是说是,呃,要找的,要懂得去分析。 那说到这分析的话,是不是要找专业人士来分析? 那其实,呃,投资,我每次告诉别人,其实投资要去学不难的。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去,呃,回顾,我们现在所会的一切东西,我们所懂的一切东西,啊, 当初都是我们去学的,对不对? 我们一生下来,什么都不会,只会哭,只会吃,只会拉,对吧? 但是,但是我们现在会很多东西。 像比如说,林娜,你会不会骑,呃,脚踏车? 会。 会啊,自行车,你会骑什么? 绝对会,而且你骑手非常高。 就你几岁的时候学会骑? 我是在小学,呃,三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这样我想,呃,问一下你啊, 在你还没有学会骑这个,脚踏车,自行车这些呢? 嗯。 你看到别人会不会很羡慕说,哎呦,很,好难啊,会吗? 哦,绝对,非常羡慕。 哎,为什么他这么厉害,你会讲说,哎呦,你,然后呢,你自己尝试一下,一上那脚踏车,哎呦,就要跌了,哎呦,就要跌了,对吗? 对,对,对。 你说,哎呦,好难啊,好难啊,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投资也是一样啊,所以,当你学会,呃,骑脚踏车之后,你会平衡了之后啊,是很奇妙的。 你可以三十年不,骑这个自行车,三十年一骑上去,你还是会平衡的。 哎,照样文文,只是刚开始不大熟悉一下而已,一会就熟悉了。 所以这个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投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一般的人不会投资的话,如果你投资的话,你亏欠的可能是很大的。就是跟你不会骑自行车,脚踏车的时候,你不会平衡的时候,你要从脚踏车跌下来,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不会投资,你在投资亏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你学会投资了之后,比如说你学会平衡了之后,你要从脚踏车上跌下来,失去平衡,是很难的。 所以我每次告诉别人,所以其实真正会投资的人,亏欠很难,很难,很难,赚钱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但是很多人听了,他可能觉得我在讲风凉话,或者他会以为我这么嚣张。但是他们其实不了解说,这个其实跟脚踏车的,大脚踏车的原理是一样。 当你会平衡之后,要亏钱,要跌下来,很难。 其实刚刚老师呢,吴老师呢,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要懂得那些技巧之后,那这些技巧到底是什么? 刚才呢,吴老师他讲到了一样,说,学校教的那些,都教错了。 那为什么呢?说到吴嘉万老师呢,我相信就是很多的朋友啊,就非常非常的熟悉。 啊,对我们的吴嘉万老师非常熟悉了。 他的弟子啊,真的叫升千上万的弟子。 那说到呢,刚才呢,其实他跟我们分享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学校呢,所学的呢,竟然都是不对了。 所谓的分散投资等等,最重要的是,你要就像骑脚车一样的。 如果呢,今天你学会了骑脚车之后呢, 那今天你在整个的这个,投资啊,各个方面呢,就已经有了那个经验了。 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就是不骑那个脚车了。 其实呢,就是你,但是你一上去的时候,你只是刚才开始的不熟练。 但是很快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什么,自由如飞的感觉了。 那刚才呢,就是吴老师,你说了就说是,呃,除了股票之外啊。 就是说那个,分散投资的概念,就是其实是不对的。 对,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它已经没有效了。 已经没有效了。 然后另外一个学校教的就是,大多数投资课程都有教,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政府的债权呢,U.S. Government Bond,他们学校课本是称之为,没有风险的投资啊,就是 risk free asset。 哦,没有,没有风险的。 有,有没有这种没有风险的投资,好像,好像这个。 根据这个课本,这个投资在美国的政府债权是没有风险的。 没有风险的。 然后这个美国,呃,债权里所赚取的这个回报,这个利率啊,也是没有风险的回报。 它是这样称之为,risk free return。 risk free return。 啊,risk free return。 那就是没有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就是没有风险的投资。 所以当然,这个当时在40年前是正确的。 1971年的时候,当这个,呃,这个货币跟这个黄金脱,脱钩之后。 当时是以美元来作为这个全球的这个global reserve currency。 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同样的。 这样当时为什么用美元呢? 因为当时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啊,当时它是全球最大的债主啊,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欠他钱。 但是40年之后风水轮流转。 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欠债国,欠债国。 中国是最大的这个债主。 所以现在,反而如果你跟我说人民币,呃,说人民币是低风险,我可能还还还还可以幸福。 但是,呃,美国现在它的债务多少呢? 它现在的债务,这样比如说我们跟希腊相比嘛。 嗯。 希腊我们知道已经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对吧? 所以希腊的国债就是等于它的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 就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啊,GDP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样就是说它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百块。 但是它欠一百五十块了。 就是已经超出了。 就是已经超出了。 就是超出了。 超出1.5倍了。 然后美国呢,美国也不差。 啊,排在它之后。 现在美国的国债,呃,跟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 是超过百分之一百。 超过百分之一百。 啊,所以它几年后就可以跟希腊就是。 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你你认为说,如果说希腊的债券现在是, 他们在谈说至少会亏一半,对吧? 啊,他们至少要亏一半。 所以希腊的债券是风险这么高的东西。 这样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它,它欠太多钱嘛。 这样美国也欠这么多钱。 这样你认为说,美国的国债,又怎么可能是没有风险的投资呢? 啊,对了,你刚才那些句话就。 但是过去几个月就是很,啊,就是全世界啊,就是好像已经给它催眠了。 就是说,美国国债没有风险。 美国国债没有风险。 所以过去几个月,它这个,这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出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美元反而起的。 这样美元为什么会起呢?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欧洲的国债卖掉, 把股票卖掉, 把黄金卖掉, 把白银卖掉, 全部这些东西都是称之为有风险的投资, risk assets。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risk assets。 他们全部把这个risk assets卖掉, 然后转去买risk free assets, 就是没有风险的投资。 所以跑去买美国国债。 所以现在美国国债十年的债券, 它的利率是大概少过百分之二。 然后如果我们以相比的话, 这个意大利的国债十年的债券, 利率大概是五到六。 这样希腊呢? 希腊现在是超过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这么高? 对,因为他们已经把希腊当破产了。 所以为什么它的利率会上升? 这样为什么利率上升? 因为它的bond就是国债的价钱跌。 因为价钱跌,利率就上去。 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债的利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就是以历史以来最低的。 所以大家有钱去买那边去了。 也代表说美国的国债的价钱就是US bond price,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像如果任何人有一点稍微逻辑思想思考的人, 他们都会了解说,任何东西如果在价位最高的时候, 你经常你认为风险是高还是低呢? 如果价钱在最高的价位,它上升的可能大呢? 还是下跌的可能大呢? 下跌的可能大。 这样如果说,如果未来的6到12个月,如果说全球开始对美国的国债, 哈?原来你欠这么多钱啊? 然后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国债正在迅速的增加,迅速的增加。 去年2011年7月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只是14.3 trillion。 14.3 trillion。 但是已经到了它的债务的顶限,就是说它不能再借了。 所以当时它就必须通过国会去提高它的债务的顶限。 所以去年7月是14.3 trillion。 它们提高到16.4 trillion。 但是在短短的6个月,在2012年1月,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到15.295 trillion。 19.25 trillion。 就是在短短6个月增加了1 trillion。 这样如果说已经到大概15.3了,然后债务的顶限是16.4。 这样你说,林娜,你说有没有可能说,在今年这个债务的顶限又要到顶限了? 我相信可能会有这样的顶限。 所以上一次,当美国提高它的债务的顶限的时候, 这个标准与谱,S&P就调低它的信贷评级。 从AAA调低到AAA+. 但是很幸运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美国国债的价格没有下跌。 但是我想问大家,一次幸运是不是代表永远幸运呢? 这样如果说,未来它又需要调高它的债务顶限。 这样如果标准与谱,又再一次调低它的信贷评级。 从AAA+,我不知道会调低到多少。 可能A,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B?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到时候会不会引起一群恐慌? 就是很多人抛售美国的债权。 美国的国债的利率,如果爆起的话,就好像希腊。 从去年,其实一年多前,希腊的国债的利率跟意大利是差不多相同。 就是介于5%到6%。 但是在一年多后,它已经现在变30%了。 所以如果美国的国债,它10年的债券只要从利率从2%起到4%。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它的国债的价钱,就是Bond price。 从2到4,利率2到4,等于它的价格要跌50%。 这样如果全世界的国家全部,最多的财富都放在美国国债。 这样我们不谈别的国家,我们单谈中国就好。 中国有3 trillion的这个 foreign reserve, 但是其中呢,1.1 trillion,就是三分之一都在美国国债。 就算新加坡大概也是3分之一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全球的。 所以如果一旦美国美元下跌,或者美国国债价格下跌, 就是全世界的人财富都会缩水。 世界可能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这个财富就会大量的蒸发。 这样如果说跌一半的话,这样中国1 trillion的财富, 就可能会在几个月,就不见了一半。 这可能就是代表说中国的人民过去20年白白为美国工作,对吗? 因为这么辛苦,在工厂赶工啊,制衣服啊,做那个鞋子啊,做那个iPhone。 iPhone做了,卖给Apple对吗? Apple什么都没做,它只是设计。 然后他们拿来market,哦,iPhone很好很好,他们就赚很多钱。 而中国的工厂呢,热夜赶工,赶出来一个iPhone呢,赚它几十块。 然后你这么辛苦,这么多年累积的这个one trillion呢,很可能就会在6个月到12个月,化为乌有。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节目,所以为什么当时你一邀请我,我就一不容之说,我一定要上这个节目。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下一轮的这个全球的金融的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很可能会在接着下来的6个月到1年之内就会发生了。 所以当时如果它发生的话,如果一般的人都没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些知识的话。 这样当他们的财富缩水了一般,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 可是那个吴老师啊,就像有的人呢,到现在还不明白的话,就像他情愿呢,不懂得什么叫投资理财。 比如说他情愿存在银行,他觉得比较安全。 你对这些存在银行比较安全的这些人是怎么看的? 对对,存在银行是非常安全的每年亏钱啊。就是非常安稳的亏钱。 安稳的亏钱。安稳的亏钱,听好哦。 就是为什么呢?这样比如说你在银行的这个存款的利率,如果你赚取是1%的回报。 但是现在新加坡的通货膨胀是5%,对吗? 这样如果就等于说你亏了4%,所以你每年很安稳的亏4%, 所以你是越变越穷了。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投资的,你可以不学投资的, 你就是安安稳稳的越变越穷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句话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对不对? 为什么会富者越富呢? 因为富者好像吴家万一样,都会投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会越变越有钱。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懂了投资,我们懂了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所以投资赚钱很容易,投资亏钱很难。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越变越有钱了。 但是一般的人完全不会投资,把钱全部放在银行。 所以他们也是没办法,就是越变越穷。 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人比如说,把很多,比如说公积金的存款, 给你的利息也是2.5,这样通货膨胀是5。 所以你放在公积金的钱,也是越变越少。 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你在新加坡现在看到很多人, 60岁,70岁,为什么还在工作? 为什么吴家湾42岁就可以退休? 你看,从家里穿一件婆婆T恤,来。 叫做,请随随驾,来。 对,然后今天我,今天星期一,如果我,我真的想,想一整天, 就是,喝茶聊聊天。 读书,阅读,喝茶聊天,就是接受采访。 我可以天天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可是老师,你看这时候你又出了第几本书了? 那第三本书就是,What your school to ever talk you about money? 来看一下,这是学校从来没教你关于钱的。 看好这本书,如果真的想要,真的就说,想怎么样爱钱。 你不爱钱,钱不爱你。 所以说呢,在以前学校所学的一些知识各方面的东西呢,都错了。 那让吴老师呢? 我也要纠正一下,对不起。 我要纠正一下,不要爱钱,不要爱钱。 不是爱钱。 我们只需要尊重钱。 尊重钱。 就是妥善地去管理钱财。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世界面对很多问题,你懂为什么吗? 现在很多人爱钱,利用人。 哦,利用人。 Love money, use people. 哦。 怎么样去利用钱好。 那就是下个星期呢,同一时间,每逢星期一的早上九点半呢,到十点钟呢, 记住要锁定酒吧吧,跟我们的吴嘉万老师一起呢,学会怎么样去用钱。 怎么让钱,帮你生钱。 让我们呢,能够能够变成呢,那个早点脱离贫穷。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非常感谢吴老师。